嗨 各位朋友 你好 這段影片是講講 許廷鏗唱《無心法師》這首主彩曲 這首歌 許廷鏗用了極度淒涼的 比較無奈悲愁的康口去唱 我覺得也是很適合他的聲音 因為大家有看過《無心法師》 也知道《無心法師》的主角很英俊 但《無心法師》的主彩曲 原本是國瑜來的 來到我們香港 當然要換一個廣東話版本上去 但你照著唱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監製各樣東西都做得非常好 就是試一下用一個廣東話形式的表達方法 就是一個表達方法 就是用了我球星所說的方法 去表達整套戲 《無心法師》那種孤獨的感覺 在這裡我也想和許廷鏗平反一點 因為我們研究這首歌的時候 有些朋友都說 許廷鏗唱這首歌的時候 它是有一點脫嘴的 脫嘴在哪裡呢 譬如這個 我正在箭嘴畫的力氣兩個字 去到這裡 它又有一點像冷音不像冷音那種 氣劣 譬如這樣 去下去 只是脫了Key 不單止脫嘴 但我的個人觀察 覺得就未必是 因為為甚麼呢 做歌的人都不是特地去犯這個錯 因為你只在箭嘴畫出來 都要重複又重複聽 很多人聽過 才會出街 為甚麼會用了這種唱法呢 這種唱法就會牽引到最後血液的字 血液的字 都是這樣 沒理由做監製或音樂 會煩你低級藏物很少 我聽下去 應該是監製或製作人 他就想用一種脫俗 而有悲慘 悲慘那種最低 最深層的層次 應該這樣說 去唱出來 但這東西 你沒理由 只是一首歌 你哭著口 連聲音都變成唱 就不行 我覺得它在這裡 有一點停頓位 即是錯覺給別人 我覺得是很合情合理 為甚麼呢 他這首歌 製作時 也不想用太商業 去表達無心法師的主角 那種神髓 為甚麼呢 無心法師主角在戲裏 是比較脫俗 比較瀟灑的 他在故事裏 都當是被天整固 給了永恆生命 他蘇醒一百年 等於一個人的最長的人生 但又沉睡 又沉睡 又再蘇醒 其實代表了 是否天氣很無聊 為甚麼會這麼折磨主角 那種東西 這就是 套戲裏面的內容 當然套戲裏面的內容 就是第一集 他遇到一個很黑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令到無心法師永遠都記住這件事 一會兒在歌詞裏面分析 但是這種脫俗的思維 如果你在歌詞裏面 許庭鏗唱 你說怎樣可以唱出來 我覺得如果用商業的手法 是很難唱出來 國語版本不是不好聽的 但是小弟就認為 他也是用了比較商業的手法去唱 所以未必表達到那種脫俗 反而來到廣東話版本 許庭鏗唱出來 我就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商業 接著來更平易近人 還有就是許庭鏗的聲音 就是比較有一點哩哩哩的聲音 反而我會覺得 就會表達到一種比較親民 比較不是太商業 就是比較現實感 因為在套戲裏面 盧心法師做的事都是很普通的事 就是很親民的事 我覺得這首歌是許庭鏗唱到的感覺 如果不是 當時也不會紅得起 好 現在就回分析歌詞 由第一句開始 第一句 第一天洶湧的思念 逐寸事入場段 其實他由第一段開始 已經形容著無心法師 就是人很孤單 他第一句是初醒的時候 在套戲裏面 就是原本沒有記憶 就像喝了萬婆湯一樣 沒有記憶 但現在 他有一段思思的記憶在裏面 第一句就是 第一段 這三句歌詞就是在描繪我剛才所說的 為何好像有些東西牽引著牽掛著 然後第二句 直到所有對白 漲失石頭沉澱 即是好像有些東西在裏面 到底是甚麼來的 他就用一些藥物化去寫 即是石頭沉澱 這個就是藥物化 到底是甚麼來的 他在不斷地尋找 直到舉世入眠 原來沒人夢中相見 即是他在那裡 咦 不是 是有些東西 有個人影出現 到底是誰來的 這三句歌詞就是一直帶聽眾進入故事 然後 財能全部負擔 漲初生那天 又好像人比較迷惑 你知道 一個人沒有記憶 但又有少許的記憶 到底是無零兩可 我到底在混亂的階段 到底是怎樣怎樣怎樣 這句歌詞 應該是代表了他開始很混亂 即是你知道 他當是一個嬰兒子 再生的時候 即是再出生的時候 咦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在這個世界 比較迷惘 比較混亂 但有些東西牽引著他 是的 第一句 第一段歌詞就是形容 即是無心法師 即是剛剛初醒的時候 咦 有些東西 有些以往的經歷還留在這裏 到底是甚麼來 然後第二段就是附和第一段 曾是醉意的意 動人與息 亦留在今直 就開始來了 咦 開始記起 就是上一次騷擾的時候 發生了甚麼事 然後 我為誰愛過 好盡力不勝氣力 即是開始有一個影像出現 對呀 有一段東西是在我心裡刻著 在這裏的歌詞也很深 你想想 天是要無心法師 在這裏的歌詞 就是在騷擾的時候 就是完全沒有記憶 但是現在為何會有記憶 一騷擾的時候 立即會有記憶 即是說這段黑骨銘心的東西 就是遠勝於天 你說這段東西是否很重要 你想想 好像星爺說 上天安排大了 但它現在比天還要大 這段感情很重要 然後遺憾最後彈色傳奇時跡 避時日侵蝕 即是說 咦 這段記憶是甚麼 很模糊 即它開始找到 但是心裡開始作動 即是開始有些坦癖 以後誰遠去 有沒有不散落言直 即是說 這一段東西 為何會留在我心裡 在我心裡 是這麼久的呢 這麼久的呢 這段它如果用比喻法去寫的話 就是這段感情 永遠都是刻在心裡 即是比天還要大 或者天特別恩准它 都是很多的解釋在裡面 接著 去到第三段 就是附和上面兩個 兩段 當然故事就一直加重下來 然後陳牽手 揮過者衣 就再也沒言後 即是說 它找到這段記憶 是這麼刻骨銘心 現在再遇到的東西 已經沒有這段記憶那麼重要 即是說之前那段記憶是很重要 都是形容一個愛情故事 一個經歷 即是以後都刻在這裏 即是一個永恆的愛情故事 直到思緒化碟 非不過冷秋 即是他形容無心法師 其實的思維 即是說到他再沉睡的時候 他再蘇醒又會忘記 不過這一段記憶還留在這裏 就是一個反常態的表現 即是形容他 咦 來了 來了 真是想起發生什麼事 接著抬頭 全部負擔變高飛遠走 漏了他 直到黑髮耳白頭 從前裂痕已經生壽 這段感情是在他心裏 是很刻骨銘心的 經歷了他重生之後 還在內心裏 即是很重要 接著抬頭全部負擔 變高飛遠走 即是說這一段 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比天重要大的感情 就是已經是他以後的永生的全部 以後再發生 即是類似的感情 都不重要 都不需要 就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接著來到富哥 大家在這裏 可以聽回許廷鏗唱第四段的時候 就是加重了感情下去唱 即是說四段歌詞一直有鋪排 都是應該附和那套戲 就是帶觀眾的感情位越來越深 孤單感越來越深 因為它上面那裏已經寫了 無心法師那裏很孤單 接著最後這裏 歌詞比較凝重 曾是醉毒記憶 害人絕色 百年長孤寂 即是說 記憶又怎會毒呢 如果現實來說 記憶就是記憶 那怎會毒呢 要不就形容做很差的記憶 但是它這裏 我認為它應該是用一些對比 或者反而詞的東西 就是說 其實這一段的故事 這一段的經歷 這一段的感情 其實就很鬼毒 我們廣東話裏面 所謂的很鬼毒 即是說它很重要 是極度重要 即是很正 即是勁果龍 即是很勁很勁 即是說這一段記憶 是令到它很傷感 永遠都是黑骨銘心 在它心裏面 就算它騷醒幾次都好 以後的相遇已經不重要 因為這段感情已經是 它永生裏面最強 這段感情 害人絕色 即是說 它很卑鄙 即是以後 永遠都是記掛著這段感情 然後李氏瑞策過心 入我的身體 就是附和回剛剛那句 就是這個人 我知道他是誰 他已經在我的身體裡 已經存在著 即是融入血液 即是二為一體 已經是永恆存在在我內心裏面 然後圍下最後探飾 萬無目的 願亡調焦直 即是說 死火了 這段感情 已經是在我的人生裏面 已經是永遠存在 即是就算它以後 蘇醒N年後 這段感情都是黑骨銘心 不會有新的感情 即是說這段感情是最重要 亦都是黑骨銘心 即是永恆的愛 即是代表 但它最後這段 就是頗無奈的結局 即是都當是 然後記住忘記我 再沒有不散落言直 再沒有不散落言直 這個就很悲 即是說 因為 無心法師 他沉睡了 又會蘇醒 即是他永恆 但煩人 就不會 煩人就是他 蘇醒一次 遇到煩人的一世 他就反過來 叫那個人忘記他 再沒有不散落言直 即是說 我永遠都會記住你 就算你消失了 我都會記住你 就不會有新的感情加入 亦都不會有一段愛情故事 可以感到現在這一段真愛 即是代表了 這一段真愛就是永恆的愛情故事 他整段用一個很悲的 即是比較無奈悲的歌詞 應該這樣說 去形容一段 黑骨銘心永恆的愛的愛情故事 這樣來去做這首歌 所以我覺得 即是 慘的歌也好 即是一些無奈的歌也好 或者喜悅的歌也好 其實真是我們人類的內心 有很多表達的方法 這些就很感謝填詞人 音樂製作人 去做給我們聽 這麼多的版本 這麼多不同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的人性可貴的一面 現在這個年代 就很流行AI 或者各樣東西 其實AI跟人類應該可以並存 但AI的內心就還AI的內心 我們人類的內心 就還我們人類的內心 雖然可以並存 但我們人類的內心 我覺得不應該磨滅了 因為我們人類就是人類 介面我們是人類 AI就是AI的介面 所以我們可以跟AI一齊一部分 但我們人類的內心 是否變成數碼化 我就不希望在我餘生中看到這件事 因為好像這些人性化的歌詞 暫時AI未能做出來 因為我們人就是人 我們人的介面就是人的介面 我們人性就很重要 又或者愛情都很重要 當然現今的社會 你都見到離婚率很高 其實是一種不太好的現象 當然你每一次都傷感 和會敗壞的社會 當然人類的社會不斷都是這樣 但是以前這些填詞人類各樣東西 都是希望人類追求一些永恆的愛情 是我們的目標或者我們的價值觀 好 這條片 希望帶給大家我的感覺 我的見解 或者其他觀眾有其他見解 音樂就是這樣說 它是百變的 因為音樂是我們人類做出來 應該是上天給我們一個好的禮物 好 希望大家享受音樂 享受大家的生命 我們下條片見 謝謝大家 拜拜